你好 欢迎收看1月2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花莲新政府举行的彩绘公车成果发表会 现场徐正卫亲自揭开了四摄彩绘公车 由红绿黄蓝四摄识别系统的彩绘公车将行走在道路上 代表是花莲移动的风景 也象征花莲市区峡谷 纵谷 海岸及跨越山海线 让民众一眼就可以识别花莲极具代表的特色景点公车 现在学生表示 感谢建设处一直以来对近年碳排 以及推动大众运输工具的用心 透过各种方式来符合想象的需求 鼓励大家踊跃搭乘 这次各线彩绘公车各有特色 也拼复花莲前线 除了让乡亲更容易辨识 也能够透过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更深入认识花莲 但是这个的设计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背包的设计是四个颜色 那它的帽子其实上面就是你每一个线的地图 每一个线的停的主要的标的屋的地图 这也是非常值得收藏的 所以你拿到那个帽子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原来蓝线是可以走这些的标的屋 那也可以送人分享都很好 欢迎政府与成果派会当中同步公开的 花莲公共运输宣导短片 将花莲线公共运输带给民众生活 以及旅游的便利以及感动 透过公车世界的视角 将花莲公共运输想表达的安全 用心贴心 智慧都呈现在影片当中 欢迎民众来花莲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除了能够在这个公车彩绘上面去看到 我们整个这个花莲线 代表这个公车路线沿线的一些地标的景点 或者是一些特色的人文 或者是植物或者是一些景观之外 那也很容易的让民众可以去 透过这个颜色的方式来识别这个客运 识别这个公车 所以我们推出这样的一个彩绘公车 那包含这一次的这个相关的成果 我们也有拿出了一些相关的活动 让民众可以去搭乘客运 搭乘公车来换取我们准备很精美的这个礼品 所以主要就是能够让这个客运能够去做一个推广 让民众能够踊跃来搭乘 为了国民众多多搭乘公车 关注花莲交通大小事 花莲交通一点通 官方粉丝网页 近期也会搭配载回公车体验活动 发布贴文 在民众按赞办法 前三名将可以领取保温杯 以及环保餐具 欢迎政府要让花莲公车 不止时刻方便 更能够精彩好玩 记得叫我滑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